大家好,这两天富国银行的股票跌了10%以上 今天就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股票的暴跌起源于彭博社的一则消息 说是监管机构对富国银行在纠正以前的错误上的进展不满意 有可能会给他们额外的处罚 这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导致股票连续两天暴跌 其实这不算什么新闻 富国银行自己在二季度的财报里就已经披露了 五年前,公司由于一系列的丑闻 富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就达成了同意令 同意令就是在不承认刑事犯罪的前提下 达成的民事罚款的和解 对他们汽车保险业务上受影响的客户 富国银行同意支付总计10亿美金的罚款 而监督这项同意令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和货币监理署 公司在财报中说 公司虽然一直在努力,想尽快解决 把所有的款项罚到受影响的客户中 但有些客户现在找不到 另外和有些客户在赔款的具体数额上有分歧 因此还没有完成 这导致了两个监管机构的不满 公司在财报中说 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可能会施加额外的处罚 或采取其他的执法行动 监管机构对公司不满 这自然是坏消息 但具体影响有多大 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机构 以及他们可能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在美国,银行是受到很多监管的行业 对富国银行有最大影响的 也是有可能对他们业务有最大破坏的 其实是美联储 因为美联储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 要确保银行体系健康 有足够的准备金 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为了保证银行的各项指标健康 自从上次经济危机之后 美联储就开始对银行进行多次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相当于模拟演习 假定经济衰退严重 失业率很高 看银行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确保它的流动性 如果哪家银行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美联储就会要求这家银行提高它的准备金 意味着这部分资金就不可以再用于公司的运营 我们讲银行股的时候讲过多次 这次的经济危机中 银行其实财务非常健康 多次压力测试都没有问题 美联储最后只好同意 从今年6月份开始 各个银行可以不受限制的回购自己的股票 而由于上次富国银行的丑闻 美联储也和富国银行之间有这样一个同意书 规定在富国银行的内部流程控制标准 达到美联储要求之前 富国银行的资产不能超过2017年的水平 意味着哪怕客户有贷款需求 银行也必须放弃这种赚钱的机会 美联储的权力对银行影响很大 对富国银行更数如此 现在这个资产上限的规定 对富国银行的影响还比较小 可如果一年以后 这项限制还没有去掉 那时候美国经济完全复苏 消费者有很多贷款需求 富国银行不能提供这些贷款 就会丧失赚钱的机会 以及让自己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 好消息是最近几个季度 管理层表示 美联储虽然还没有同意取消这项限制 但对富国银行流程的改进 基本表示满意 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有问题的是另外两个机构 一个是货币监理署 它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 专门管理银行的这么一个机构 另外一个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它是上次进入危机之后 刚刚成立的 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的一个机构 现在如果这两个机构 对富国银行赔偿的进度不满 那他们可以采取的措施 多半是额外增加罚金 从职权上来讲 他们没有权利要求富国银行 放弃回购股票 或是提高自己的准备金 因此这虽然是坏消息 但第一 我们不知道监管机构的不满 到了什么程度 管理层还可不可以挽救 第二 即便他们不满 能够采取的措施 也不会对富国银行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富国银行五年前的这次丑闻 导致之前的管理层和董事会 全部下台 新的CEO已经上台接近两年 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时间拖得这么久 一部分原因 可能是内部的问题确实很多 另外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美国的政界和公众 对大银行 普遍缺乏好感 虽然富国银行本身 在上次的经济危机当中 并没有扮演什么不广彩的角色 它反而是大银行当中 唯一一家基本上没有次贷业务的 但这种对银行的普遍不满 就会让监管层对它的处罚 拖得很长 代价会很严重 但这些不至于影响 让我抛售所有银行的股票 银行基本面很健康 就富国银行而言 董事会批准了未来四个季度 高达180亿美金的股票回购 相当于现在市值的十分之一 即便在现在低利率的情况下 它的收入仍然不错 几家银行的股价都比几个月前有了大幅的上升 但按照它们回购的力度和每年的正常盈利水平 算下来市盈率仍然很低 在现代市场上股票价格普遍比较高的情况下 仍然是我不错的选择 一只股票光是基本面不错 价格很便宜还不行 我之前在留言区跟一位朋友有过交流 他之前买过一些挖金矿的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盈利看起来都不错 但市场就是不看好 因此股价一直很低 原因就是它们只是股价低 管理层没有提升股价的方法 也就是没有发放股息和回购股票 股息可以直接回报股东 而回购股票一方面永远减少了流通股的数量 另外一方面也直接刺激了股价 因此要想在便宜的公司上获利 一定要注意这个公司有没有打算在市场不认可的情况下 发放常规性股息 甚至是大笔的特殊股息 以及管理层是否有计划进行股票回购 我只所以不太担心银行股 就是这个原因 它们不仅基本面好 股价便宜 而且每家都有不错的股息 还有很大胆的股票回购计划 即便短期有不利的因素对股价造成打压 长期也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 就富国银行而言 我之前因为要买Upstart股票 所以卖掉了它的三分之一 我的规则是 手上随时要有20%以上的现金 不卖掉一些股票 就不能够买像Netflix或是Upstart这样的好公司 在后面的几个月 我希望市场能给我机会 可以大幅提升Upstart和Netflix的仓位 以及购买很多像亚马逊和Facebook这样的好公司股票 现在手上有的汽车股、银行股 我希望可以逐渐在后面几个季度 被转换成这些最好的公司 对富国银行 我现在采取观望的态度 现在的价位仍然比我之前买的时候高出不少 因此我不会再购买 也不会在现在的价位上恐慌而抛售 好,喜欢视频请点赞、转发、订阅 点开小铃铛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再见